TVB的警匪剧可以细化到什么程度 它可以从重案组、反黑组、扫黄组、缉毒组、见证科、飞虎队、OG 一直演到廉政公署甚至谈判专家 可以说警局里随便一个部门都有属于它的专属剧集 就问你服不服 而且看这些剧的时候 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总会纠缠着我们 比如为什么来的总是吸救龙的阿瑟 驼枪又是什么意思 那些奇怪的英文缩写 PTUCIBCIDNBEUSDU都代表着什么 本期的波罗巨刀刀就为你科普一下 警队里谁最大 当然是一哥 也就是警务处处长 他的车牌号就是一个一 那警队里哪个部门最牛逼 当然是行动处和刑事及保安处 我们首先来说体系最庞大的行动处 它管辖着六个总区 分别是香港岛总区 西九龙总区 东九龙总区 新界南总区和水井总区 总区下涉23个分金属 也就是港区里常说的环头 那问题来了 为啥西九龙在港区里的存在感这么强 原因有三个 一是有靠山 早期的TVB大楼就建在九龙城 隶属于西九龙的管辖范围 最终西九龙的警务大楼 很多时候就是在TVB大楼取的警 好歹被西九龙的阿瑟罩了这么多年 当然要给大哥加点戏啦 原因二 颜值高 香港大大小小的警署 颜值最高的就是位于西九龙的油麻地警署 设计华丽 极具英伦风格 就这样油麻地警署和西九龙中暗组成了 TVB警匪片的常客 原因三 有实力 西九龙总区负责望角油麻地尖沙嘴等地区 这些都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旅游区 也是黄赌毒集中地 凡是绑架勒索 黑帮谈判 都会在望角废弃工厂 打架看人争地盘啥的都是在油麻地 要不然就是果然 毕竟陈浩南和亮坤的地盘不是那么好治理的 西九龙中暗组最初亮相是在一号黄庭 之后在刑事真机档案 OG实录 见证实录 皇家反千祖 驼枪师姐 法政先锋中反复亮相 最终它就成为港剧中的一个梗 好像阿瑟来自东九龙就没那么神勇了 你认为呢 港剧里OG是个什么组织 它和重案组又有什么区别 OG又称反黑组 隶属香港警务处 主要调查复杂的 有组织犯罪和严重的三合会罪行 三合会也可以理解成为黑社会 而重案组是分布在各警察总区 各级的重案组在各区办案 OG和重案组的关系 也可以理解成总部和下属区域的关系 无间道中刘德华饰演的刘建明 是CIB的高级督察 CIB在港剧中也屡次出现 电影跟踪借听风云 讲的就是CIB的事 CIB是刑事情报科的简称 与OG扫读组 并称为香港警察的三大王牌部门 主要负责搜集侦查 监听分析有关刑事活动 和掌握社团情报 所以CIB的线人很多 在港剧里经常出现的就是PC 他是普通巡警的简称 陈三元刚入警队的时候 就是一名PC 后来他和俄姐都参加了 机动部队的培训 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PTU 戴着一顶贝雷帽 就是PTU的标志了 值得一提的是 PTU下面有一个特别任务 连SDU 也就是飞虎队 SDU可谓是警队中 精英中的精英 只有强大的罪犯 才配合他们交手 飞虎队管理很严格 训练也是极其严苛 能和他们做比较的 也只有ATF反恐特勤队了 叛逃讲的就是这支队伍 看这高压水枪训练 不比雨中裸奔的效果差 这纯纯的男性荷尔蒙 让无数师奶为之尖叫的去 不在乎情节 只在乎这一身腹肌 你说呢 驼枪师姐在开播后的22年 也就是2019年 香港警队参用了第一位 真正意义上的驼枪师姐 驼枪的意思就是配枪警察 在执行任务中可以开枪 只要经受住PTU的考验 你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 也就是冲锋队 简称EU 学警局机里小伙子们 就是从PTU一路冲到了EU 还有一部专门讲冲锋队的故事 EU超时任务 不知道你看过吗 都说看完港剧一百部 不会写戏也会编 TVB拍的警尾片都有一定套路 比如警察破案 遇到平静期的时候 都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而灵光乍现 柳暗花明 还有警方怀疑的第一个人 永远都不可能是凶手 追捕坏人时 总有一辆车经过妨碍警察办案 一般主角的亲朋好友不是凶手 就是受害者 而且总有一个案件 让男主成为嫌疑犯 这些固有的套路 你都对上号了吗 我们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怕你想看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了